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姓氏名字号的第二部分 上节课讲到了私氏 就是氏号 氏号是给死人的封号 那么这节课咱们开始讲公氏 公氏是古代帝王 诸侯 清代夫和高官大臣等死之后 由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行为给予的一种称号 皇帝后妃的试号是由负责理智的官员来议定的 而官员们的试号是由皇帝审定赐给的 古代给这些官员受赐试号有一定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叫试法 比如一周书试法 试法解 就是对周代君王做试的方法 就是做定试号的方法的解释 这种解释呢 他解释的很详细 当时的试号呢 大迪克分为三类 就是所谓美试 平试 恶试 美试就是好的试号 恶试就是坏的试号 平试就是一般的试号 那么好的试号呢 就是比如文武 你看周恩王周武王 景 景山的那个景 慧 恩慧的慧 昭宣元成 这个后来其实就是汉代的皇帝 就是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 那这个都是当时那个试法 这种都是好的试号 比如说明 还 献 康 梦 这都是好的 那么一般的试号 就是哀 哀伤的哀 怀 就怀念的怀 倒 追倒的倒 这些字呢 是表示同情 就说这 这皇帝运气不太好 所以呢 表示同情 这样呢 给他这几个字叫平氏 那么恶氏呢 就是为了批评了 比如羊 就是隋阳帝那个羊 利 周密王的那个利 利王指办 指办了之后被国人流放 这样他受到后人的批评 隋阳帝也是受到后人批评 灵 就是灵验那个灵 这些呢 都是 东汉灵地 他也是都是受到批评的 历代的帝王死 死了之后呢 都要在太庙呢 这个给他们立牌位 祭祀 立牌祭祀的时候呢 就要 就要 定这个名号 这个名号呢 叫庙号 从汉代起呢 开国皇帝呢 一般称 什么什么祖 是吧 比如汉高祖 后来的这个继承的皇帝呢 称什么什么宗 比如什么唐太宗 唐玄宗 在庙号和士号连称的时候呢 一般是庙号放在士号的前边 比如汉朝考皇帝刘邦 庙号加士号呢 全称是 汉太祖高皇帝 太祖呢 是庙号 高 是士号 汉文帝 的全称 是 太宗孝文皇帝 太宗呢 是庙号 文 是士号 从这个汉文帝 一开始呢 每个皇帝的士号 前面都加一个孝字 孝字呢 也就成了这个士号的一部分 比如说孝文 孝武 孝文帝 孝武帝 汉代皇帝 不是每个都有妙号 有功 有德的皇帝 才被称为祖 或者称为宗 比如汉高祖 刘邦 士号庙号呢 被审称为 高祖 汉书 高帝纪 张燕的柱 里边就说 李氏法 吴高 以为 功最高 而为汉帝之太祖 故特起明焉 就说这个汉高祖 这高字呢 那简直是 太棒了 又汉书 景帝纪 记述了 丞相 申徒家 的奏义 士功 莫大于高皇帝 德莫胜于 孝文皇帝 高帝庙 亦为 帝者 太祖之庙 孝文帝庙 亦为 帝者 太宗之庙 庙号称 宗 在南北朝呢 就已经成为 普遍现象 到唐代呢 就 所有的皇帝 都称宗了 唐以前呢 对 去世的皇帝 简称士号 比如 汉高祖 汉武帝 随文帝 随阳帝 而不称妙号 从唐代开始呢 因为士号不断增加 越来越长 称呼起来很不方便 所以呢 改成妙号 比如唐太宗 唐玄宗 宋太祖 等等 士号加长的原因呢 和尊号有关系 尊号呢 是群臣为皇帝奉上的 为皇帝奉上的 由尊崇宝美之词 组成的特殊称号 这个呢 开始是从这个 唐代的这个武则天 中宗之后开始的 这种尊号呢 有的是生前 有的是生前 就奉上 也有的是死后 追加 有的是不仅皇帝有 后来的这个皇后 也有 生前奉上尊号的 比如唐玄宗 在开元27年呢 就他的大臣呢 就上尊号 叫开元圣文神武皇帝 宋太祖 也是在前德元年呢 他大臣上尊号为 应天广运 人圣文武 智德皇帝 加了这么一大堆 漂亮的好词 这颇有奉承拍马之嫌 这十号没法叫 本来这个起名的 起号是为了人叫 他加了这么一来十几个 二十来个 反而让人没法叫 没法记了 谁也记不住 这么长的一大串 所以这也就是 他走向了他的反面 从汉武帝开始呢 年号成了封建皇帝 纪年的名号 就是这个年号啊 从汉武帝才开始 才有 汉武帝之前 没有皇帝的年号 你比如说这是什么 康熙也乾隆这些年号 那是从汉武帝开始才有的 公元前140年 汉武帝继位 称这年呢 为建元元年 从此呢 封建帝王呢 就有了自己在位期间的年号 这从这以后 每个皇帝 每一年都有年号 而且每个皇帝继位呢 都要改变年号 甚至在位期间呢 也要多次改元 比如汉武帝呢 在位54年 汉武帝就有11个年号 唐代武则天 称帝不满20年 用了17个年号 明清两代呢 基本上一个皇帝 只用一个年号 所以呢 经常用年号来称皇帝 比如嘉庆皇帝啊 崇祯皇帝啊 乾隆皇帝啊 同志皇帝啊 其中嘉庆崇祯呢 分别为明氏宗和明义宗的年号 乾隆同志呢 分别是清高宗和清木宗的年号 据统计呢 中国古代先后使用过年号的 有800个左右 使用的年号有800个左右 同一朝代两个皇帝 两个皇朝用过相同的年号 或不同朝代用同一年号 不同朝代同一年号 多次被使用的现象呢 也曾经出现过 因而为了所用的年号准确呢 必须与所属帝王和历史背景联系起来 这样咱们才能判断 这个年号到底是哪个皇帝用的 这个 这一节的这个 古汉语通论呢 咱们就讲到这 咱们这个历史文献课 这个课文和通论呢 讲到这呢 也就算结束了 下边呢 我想呢 这个还和同学们呢 做一个 就对这个课 做一个全面的总结 所以下边呢 给大家讲一下 我从第一节课 就跟大家强调了 我说这个咱们大学 大学的教学和中学最大的不同 中学是以传授知识为主 大学呢 在传授知识的同时 还特别注重传授 学习方法 这个我 教这个历史文献课呢 也教了二十多年了 所以 我也在不断 琢磨这个 就是学习古汉语的方法 咱们能够使大家能够掌握更多 更好的学习方法 这样使咱们 在学习中呢 就能够达到事半而功倍之效果 其实在我讲课之中呢 这些学习方法 我已经都给大家讲过 而且咱们在讲课的过程中呢 也在不断地运用这些方法 但是呢 为了使大家更容易掌握这些方法 我还是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咱们 整个咱们这个课 接苏的时候 为大家做一个 比较全面的总结 这些呢 可以称为学习古汉语的好方法 或曰 学习古汉语的窍门 这些方法和窍门呢 在我的教学过程中呢 同学们的反应 这二十多年的同学们反应 都觉得很好 都觉得在这个课的过程中呢 不但学到了知识 而且学到了 这个学习古汉语的很多的方法 这些方法 对于咱们今后的自学 那确实是能够产生非常大的作用 这个方法呢 第一条 就是掌握工具书 而且我在这儿 要强调的是 掌握尽量多的工具书 我在给大家讲工具书的时候 我就说过 我提出这个一个观点 就是说 这个本科生 就是大学生 大学本科生啊 在大学四年之中 能够掌握多少种工具书 掌握工具书的多少 是这个学生 学术水平的 重要的 衡量的这个 这个手段之一 就说 说这个学生 这个毕业之后 四年毕业的时候 他的学术水平是高还是低 那就要看 当然它很多方面有很多指标 但是呢 以往不太被人所重 所注意的 就是这个对工具书的掌握 因为工具书呢 我在讲工具书的时候也说过 它是你永远的老师 而且你随时随地 可以向那请教 你比如说这个 我跟大家说过 我永远是把这个词源和词 和这个四脚汉码新词典 我摆在我手能够得着的地方 原来我就是摆在书桌的左侧 现在这个电脑 还有这个这个是多了 多了多了 但是这个 因为我两个电脑 两个电脑 那我有一个摆在右边 我左边永远还是摆在这个 上边是这个 比较小本的这个 四脚汉码新词典 下边是大本的词源 这个呢是我 几乎每天都要用的 这两本 因为这四脚汉码特别好查 查起来特别快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工具书球的时候 在这个古汉语学习的时候 还有一个特别有用的呢 就是古汉语大词典 汉语大词典 好在这个汉语大词典呢 现在有这个电子版的 所以我那电脑里 我也装了这个汉语大词典的 这个电子版的 这样如果在词源里边 还解决不了 那么我就把这汉语大词典打开 这样在里边查 一般的问题呢 就可以解决了 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问题呢 这样咱们就可以 看一下咱们那个工具书 那一节的笔记 那里边我讲的工具书 我跟大家说过 都是我二十多年来 我自己 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 自己摸索 我觉得最好用的 一些工具书 我把它推荐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在课下 在自己看书的过程中 要经常去查阅这些工具书 尽快地掌握它们 这些工具书呢 它是你这个最好的老师 因为老师 你听老师讲课 对时间毕竟是很有限 而且这个跟老师联系 也不那么方便 但是工具书 你什么时候你跟他请假 都可以 你半夜十二点 你想起一个问题 你跟他请假 那也没问题 所以这个是 咱们学习呢 这个是学习方法里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它可以帮助你解决 你今后所碰到的 各种各样的问题 当然你 这个咱们学习古汉语 的工具书 我给你介绍了 你学习历史 学习历史 有学习历史的工具书 这样呢 你掌握的工具书越多 你的学习能力就越强 你的知识 也就会增长得越快 所以这个工具书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这个从第一条到第六条 是咱们具体的 这个学习方法 第一条呢 咱们现在这第一条 应该是第二条了 就是重点学习常用字 这个咱们在第一节课 前几节课 最开始的几节课 就给大家讲了 咱们的经历 应该主要放在常用字上 而不要放在冷僻字上 冷僻字 你只是在咱们学习 哪篇课文的时候 你知道它怎么念就行了 不用放太多精力 因为那些字呢 你很少见到 也许有些字 你见着这一次之后 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它了 但是常用字 你在任何一篇古文里边 都有可能见到 所以咱们一定要把精力 重点放在学习常用字上 第三点 就是掌握 常用字的本意 隐身意 以及它是如何隐身的 就是说这个字的本意 隐身意 它这个线索 整个发展线索 你把它搞清楚了 这样特别便于你记忆 这具体怎么掌握 咱们在讲常用字的时候 咱们每一篇课文里边 都有都讲了一个到四五个的 不等的常用字 学习这门课呢 我希望就是说 大家不但要记住这些常用字 而且要记住 更主要的是记住 掌握这些常用字的方法 就是本意隐身意 如何隐身的 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这个课后呢 你去体会 把这些常用字呢 集中在一块 你体会一下 这些常用字 然后你今后 你碰到这些常用字 今后碰到别的常用字的时候 你也用同样的方法去学习 这样你会进步的更快 第四条 用现代的松音节词 来帮助理解古代的单音节词 这个方法呢 实际上咱们在任何一位老师 在讲解古汉语单音词的时候 他都要使用这方法 第四条 用成语来帮助理解古代字词 这点呢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在我的讲课之中呢 也是无处不在 几乎每一个常用字 我都要举一些这个成语 或者每一个不太好懂的 这样咱们在成语里边 你因为这个成语呢 咱们比较熟悉 所以你通过成语来理解它 就比较容易 第六条是掌握六书 分析汉字的字译 这个咱们在讲课之中呢 也是经常在运用 你比如形生字是大量的 还有这个会议字啊 相形字啊 还有这个假戒字 这些字呢 咱们都要知道 第七条掌握古今字的变化 这古今字呢 也很常见 像刚才咱们刚讲过的课文里边 又又出现古今字 这古今字是怎么回事 这咱们在课上已经 讲过不止一次 希望大家呢 能够牢牢记住 第八条 熟练背诵课文 这点呢 我说是最重要的方法 这个古人呢 从几千年开始 他就开始背书 为什么呢 他这个就发现 这个背书是最好的方法 我是在北师大 北师大教育系呢 有一位先生叫郭琪佳 他现在呢 就是在 特别极力提倡 这个幼儿读经 幼儿背经 他专门有一篇文章 这个就是讲述 这个就是说 幼儿背诵古书的 这个一系列好处 他甚至对他这个大脑的 这个记忆力的形成啊 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对他大脑的发展 都有很大的好处 当然咱们在座的肯定 这个不会有幼儿 是吧 但是呢 就说对这个 三十岁以前的年轻人啊 对这个大脑 也是很有好处 其实不止三十岁以前 这个对四五十岁的人 同样是有好处的 你像这个 咱们这个科学研究里边 也证明的 就是说这个 你像这一般知识分子 得这个老年痴癌症的 就比较少 因为他的用脑子很多 这样他 这个脑子经常活动 这样他这个就能够 在他老年的时候 他也经常思考问题 保持活力 这样他就能够 保持住他这个大脑的青春 所以这个背书呢 对于这个 背书啊 是学习语 不但是学习古汉语 你学习英语 你学习任何一种外语 那都是最好的方法 因为这个课文里边 像咱们现在 咱们所讲的 我一共讲了 给大家讲了 五十一个小时 这五十一个小时 咱们讲的这个 二十来篇课文 都是千锤百炼 经过一两千年时间的淘汰 流传到今天 他能够流传到今天 说明他的这个生命力极强 因为有很多的 都是大浪逃杀 很多的文章 很多的书 都被淘汰掉 能够流传到今天的 那都是咱们古人的精华 咱们祖先留给咱们的 这个宝贵的遗产 所以你要背诵这样的课文 那对你这个 确实是非常有好处 我也曾经跟大家说过 我这个大学期间 记了四年笔句 等于练了四年并句 因为要记得快 所以那句子都不成句子 只要把它那观念词记下来就行 练了四年并句 所以后来开始写文章的时候 写的那文章都疙瘩疙瘩的 人家看着都很不像样的 但是由于我教的古汉语 常年的这个熏染 所以我觉得对我这个文笔 表达能力 书写能力 都特别有好处 我也跟大家说过 你像台湾的这些 著名的这些作家 金庸 什么三毛 什么琼瑶 这些他们的作品 受到大陆很多人的喜爱 最基本的一点 也是他们的共同点 都是语言非常优美 而这种优美 优美而准确 这种优美而准确 只有通过学习古汉语 才能够得到 所以咱们这个课是讲完了 所以第九条 我就是说 希望咱们大家要增加阅读量 就是说希望大家 不要为了某一个功利的目的 我学完古汉语 我会拿到一个什么本 拿到一个什么文凭 当然文凭也很重要 但是我希望 就是说咱们大家 能够把目标定得更高 通过学习古汉语 来提高自己的 整个的文化修养 因为古书里边 它不只是文笔优美 这只是很小的衣服 古书里边 它蕴含了古人的大量的智慧 你像周易 这种书 你看老子 孙子兵法 这种书 那里边都蕴含了极深的智慧 这种智慧都是 几千年才能够迸发出来 所以咱们学习古汉语 你会有多方面的收获 你千万不要把它作为一个负担 我在课堂教学的时候 就是给我们北师大同学教学的时候 我就特别活跃课堂气氛 把课弄得比较活 因为咱们这个是录像底 没有听众 所以很难活起来 但是我还是希望咱们大家 能够通过我的讲解 能够提高对古汉语的兴趣 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负担 你真正学懂了一篇 了解它的思想 你会有多方面的收获 多方面的收获 所以古汉语确实是一个宝库 希望大家能够增加阅读量 能够认真地学习 那么很多同学都问我 说那我自己我确实我现在我想读一些古书 我应该从哪开始 那么我跟大家建议的呢 就是从史记的列传开始 有同学可能要问了 那你干嘛不从上书开始 因为上书那个汉语呢 离现在已经太遥远了 三千多年前 这样呢 它实际上后世的汉语呢 从它那继承的比较少 而史记 它的这个古汉语呢 史记实际上当时的白话 当然两千年前到今天呢 也变成古汉语了 是吧 但是这个古汉语呢 它史记呢 对后世的汉语的发展影响极为深刻 所以呢 学了史记之后 对你理解其他的古汉语 会有会产生更大的帮助 所以上书那种呢 咱们一时咱们不用多看 所以我在讲课文的时候 上书也是只讲了一个很短的 史记的列传和这个本记 因为史记呢 它不但是就是说 我已经讲过多次 就是说史记它记事呢 非常严谨 他记得 基本上都是历史事实 非常非常尊重历史事实 就是那种 司马迁是极有史德的 这么一位伟大的史学家 鲁迅管他称之为 这个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这是非常恰当的评价 所以呢 咱们读古汉语呢 应该从史记的列传开始 它很生动 比较好看 这样在读的过程中呢 你可以找相关的辅助的书 就是对史记注释的书 比较好的 这个注释的书呢 现在就是文革之后出了好多种 当然文革之后出的呀 质量高的不多 当然不能说质量都不高 当然质量高的不是太多 最好你看一些 就是说文革前的那个 对史记的注释 你比如说这个 我们北师大中文系的 就现在中文学院 有一位叫韩兆琪的先生 他对史记注释就非常好 他的注本就很好 韩兆琪先生 他是史记的专家 可以看韩兆琪先生的史记注释 这样帮助你去理解 当然学习呢 这个要培养兴趣 要提高自己的兴趣 但是有时候背书呢 可能也还是比较辛苦的 但是我觉得学习呢 就跟爬山一样 这个爬山呢 有好多种路 你像北京的香山 你要是沿着很宽的 汽车都能上去那种路 那你就要绕得很远 但是如果你走很陡的路 那就很快就能够到达顶峰 学习也是这样 这个背书可能是最费力的方法 但是它是你进步最快的方法 所以这个背诵课文啊 永远是学习语言的最重要的方法 最后呢 我还要说一句呢 就是这个 咱们俗话老说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虽然我这课讲了50个 整整50个小时 已经是比较长的了 但是对于大家来说 我觉得可能也只是一个领进门 教给大家一些学习方法 和一些最基本的古汉语的知识 真正你要提高古汉语水平 那还要靠个人的努力 这两天呢 正在开奥运会 今天我来的路上 在这个出租车上听见 咱们中国呢 已经获得了20块金牌 这两天我也看了一些 这个运动比赛 我真是为咱们中国这些健儿啊 他们这些精神啊 他们这种这个顽强的精神 所深深感动 我觉得咱们学习虽然困难 但是这些困难 比起他们来说 简直是算不了什么了 所以呢 这个我说这些呢 就是希望大家 就是能够运用这个奥运精神 来鼓励自己 在学习上 克服各种困难 最后 祝大家 在学习方面 能够取得 更大的成就 好 同学们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